剛剛提到的那個人事考評的那個部分 考核有兩個做法 我這邊有列了 反正就是相加除以3 那這個是用Average 函數 然後你把三個成績給他 他會幫你平均 那比式的公式在這邊 反正就是這個成績 這個成績乘上0.3 這個成績乘上0.7 那一般習慣就是用點 點了某個出稱格 他會告訴你那個出稱格 的名稱叫什麼 這個叫I3 所以他點一下叫I3 當然你自己打也可以 不過一般習慣點的比較直覺 乘上0.3 30 這個加上0.7 OK 那最後和氣 然後就名次把它做完 那這一題應該就OK了 你就可以知道說到底 哪幾個人的成績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最後後面的話 就把這個給做完 那和氣部分的話 其實也是利用類似的做法 這個成績乘上0.6 這個成績乘上0.4 這個成績乘上0.4 所以你就一樣 等於 所以加一個等號 然後一樣 跟剛剛比式蠻像的 這個成績乘上0.6 然後打個勾就可以了 那和氣就是這個成績 所以點兩下 其他就算完了 再來的話 名次怎麼排 然後你不是把高的排在上面 低的排在下面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那個什麼 排序一下 然後再排名次 當然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比較麻煩 你說老師我用眼睛看哪個最高分 最高分我看到 如果你用眼睛來比對的話 你想說 這個最高分嗎 還有沒有最高的 沒有 你就這個排第一名 對 然後這個 其次有沒有87的 沒有 如果你是用這樣排名次啦 我跟你講 你要把名次給排出來 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 而且 太浪費時間了 那如果你不想用眼睛看 而希望 以色有幫你把名次排出來的話 它裡面的話 其實有一個函數 就是幫你排名次的 那個函數名稱 你可以在這邊插一個函數 函數名稱的話 我記得它應該是在哪一個類別 統計類別 所以你找到統計類 如果你假設不知道哪一類的話 你就用全部也可以 它的名稱叫 RANK.EQ 所以你就統計類裡面 按照英文字母排序 在R開頭的 R在OP 應該在這裡 OK 會有一個函數叫 RANK.EQ 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就是幫你做排名 當然它會跟你要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 LUMBER LUMBER指的就是說 你要排序的那個值 那個數字 是哪個數字 理論上就是指的是 它合計的成績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REF 如果以後你看到REF的話 就是 其實英文全稱叫reference reference 其實就是 中文意思叫參考範圍 意思是說 那請問一下 你要排序它的成績 在整體的範圍 reference指的是全部資料的範圍 指的是什麼 合計所有人的成績 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把它的成績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排名 自動幫你把它計算出來 當然排名的方式 後面第三個問題 那你排名的方式 請問你是要由高分到低分 還是由低分到高分 因為排名總會有 是算高分的在前面第一名 還是低分的是第一名 其實排法不一樣 所以你要告訴它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那我們來試做一下 所以第一個 我知道說 RANK.1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 給它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 它的成績 第二個的話 就是reference它的範圍 那範圍理論上 有幾個做法 當然你可以整個選 那選的話就是 先選這個M3 應該是M3 有沒有 到最下面 那一般的話 加一個冒號 到的話就是冒號 冒號後面加一個什麼 M的多少 冒號M 當然以前的做法 是向下拉 你看到往下 到40 你就填40 可是我不建議你這樣 因為這樣填會比較麻煩 一般我個人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我如果要整個選的話 我會先這樣 先選M3 然後再按Ctrl Shift 向下 這個快速鍵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將來 這個部分最下面 是第40列 可是如果是400列 4千列 或是4萬列 那不得了 你跟它捲很久 所以如果你假設 先點M3之後 Ctrl Shift 向下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直接選到哪裡 選到這一欄的最下面 如果是40就停40 如果4千 40萬 它一樣會停在你希望它停的位置 OK 這樣會相對快很多 好 那再來的話 Order 意思是說 那請問一下 你那個名次要怎麼排 是要幫你把那個 大的排在前面 還是小的排在前面 在那邊底下而講 0或省略的話 表示遞前 那遞前的意思是高分在前面 越來高分一直往下排 那相反的話 就是不是0就是1 如果1的話 剛好低分排前面 高分排後面 就遞真的意思 那我們這個Order 理論上它0或省略 0跟省略一樣 你也可以填0 可是填0 我倒不如省略算了 如果你不填 它最高分就在前面 OK 那我剛才不填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83.44這個成績 它在所有人裡面 是排第11名 OK 那你把它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幫你把11名排完 那你說向下填滿 可是向下填滿會有個問題 各位有沒有發現 向下填滿呢 第一個M3它的成績 跟這個範圍 M3到M40 那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在ECEL 它會自動把那個數字 M3的3加1 這邊M4 那後面這個範圍 你會發現 它也會把它加1 變M4到M41 那變成說 這個成績沒有包含 那M41 41裡面應該是空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 就是趕走向下 41沒有啊 那你看 所以喔 也就是說 這邊你把它做完之後 還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記得把 這一個參考範圍有沒有 記得把它加一個什麼 錢的 應該還記得吧 加一個錢的符號 因為你要固定啊 不然如果你沒固定的話 它向下填滿 就會自動幫你加了1 那範圍就跑掉了嘛 OK喔 所以這一點喔 很重要 那把它打個勾 再向下填滿 這樣明示才不會排錯啦 OK好 向下填滿 那排完之後可以看到 第一名 第一名在這裡 剛剛沒錯 第二名的話 就是86.5 第三名的話 以此類推啦 這個我們就 其他的話 那當然你將來 如果要找出最優秀的 你就可以把 比如說前幾名的人 通通抓出來 然後 如果他剛好升籤 找 比如說他本來是助理 助專的話 應該是助理專員吧 把他提升起來 變專員的話 那就可以找出 成績最好的那幾個人 OK喔 那當然喔 其實剛剛這個公式裡面 還有一個 像這個範圍有沒有 你想說老師 那之前我們那個 範圍有用F3 那這個地方 能不能用F3 其實這邊啊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式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呢 你乾脆把那個範圍 變一個名稱 直接把那個名稱 放在這邊來 可不可以 那也是可以喔 只是說你要先 先做一個前置作業 就是說 我可以喔 如果我不用這個範圍 另外有個方法 就像剛剛喔 我們在做這個前面練習 不是有升等嗎 不是有組別 那如果你假設要把這個範圍 變成名稱的話 那你可以喔 那你可以喔 一先把這個範圍 先變成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合計啦 所以我先把合計 兩個字先選起來好了 那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取笑一下 然後就是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M3 Ctrl Shift 向下 就是先選好之後 然後跟他講說喔 我這個範圍 名稱要叫做合計 那我就直接在他這個 Excel的左上角這邊 有一個名稱方塊的地方 直接把名稱加上去之後 跟他講喔 以後喔 這一個範圍就叫合計 Enter一下 好 那我們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喔 你就可以把Rank.EQ啦 這邊不是有一個這個範圍 你就直接按F3 那我剛剛有加了一個合計 就出現了 有沒有 用名稱來代替那個範圍 這樣的話喔 好處就是說喔 你就不用像剛剛一定要選範圍之外 也不用加錢的符號 為什麼因為定義好名稱之後 那個就固定了 你就不用再加錢了 那這個做出來結果 一不一樣呢 按確定看一下 向下填滿 其實也是一模一樣啊 那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為什麼 因為他公式喔 就會變得相對的比較清爽 而且喔 就不需要說有些地方 一定要加錢的符號啦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喔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喔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做完之後呢 其實領主 辦事員 助理員 其實這後面有三個工作表 要做的事情喔 我把它稍微說起來 跟後面一樣喔 就這邊有沒有 你會發現呢 他做的事情其實都一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像位置也一樣 然後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喔 你想說 老師那我如果希望把 這後面三個也一起做完的話 那是不是說我要再切過來 然後重新再做一遍 其實喔 如果假如你希望 它的效率變更快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啦 就是說你可以把三個選起來 直接喔 就把它重新輸入一次公式 這件事情就做完了 至於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把 剛剛 合計跟名次排除 合計部分的話呢 就是 把這個成績乘上0.6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7 那就是它的公式 那名次的話呢 就是用那個 RANK.EQ RANK.EQ 這個 這個函數 那我剛剛 有兩個做法 主要就是 把那個REF部分 合計喔 我這個是有定義名稱 那如果沒有定義名稱 就是M1 冒號 M40 然後 記得 3跟40 那個列的數字 一定要加錢 否則會跑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